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正经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 来我们T台正经化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情形 习近平呢过去7天 他有人说他神隐啦 因为包括在一般央视 或一般媒体都没有看到他 一直到昨天晚上 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头 他接见了柬埔寨的总理洪森 大家都说习近平终于露面了 那习近平当然也说 我们的防疫做得很好 我们现在的从艰难困苦中 走过来了 因为中国大陆是极权政治 所以你很难得知 他们现在到底在干嘛这样子 只能用一些蛛丝马迹 或是一些媒体的片段报道 可以理解 因为他上一次露脸是1月28号 他接见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这个干事 谭德赛 他就是大家我们台湾人 很多人都对他很有意见的 因为他就觉得 中国的防疫做得好棒棒 那这个不需要对中国 采取更多的制裁 或是经济的封锁 那他7天没有露面的 习大大外媒就是有很多的揣测 包括英国的BBC就说 这个他们可能 中国常委9人最高小组 可能是在开电话会议 不要让中国最高权力人人戴口罩的画面 被外界看到 因为如果说我们看到他们最高常委 大家9个人坐在那里 然后每个都戴口罩 可能会很害怕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躲起来 或者不在媒体上公布这样子 那CNN记者说 习近平可能会选择退居二线 这也意味着某位中共高层 很可能要为武汉疫情做最终的负责 那是不是有人要下台 还是怎么样 现在不知道 那卫报 他说这个也是英国的报纸 他说牛津大学中国问题 专家许慧文说 如果形势恶化的话 习近平可以把责任 推到李克强的头上 不晓得这个对中国有研究的 委员 立委员 我不敢说对中国有研究 但是跟我们这么近 那也跟共产党交手这么久 民进党成立以来 一直都是跟共产党在交手 共产党的这个权力结构 本来就是不是用我们台湾的眼睛 这种常态的判断可以来说 你说七天神隐 我说七天一定是做危机处理 七天就是做危机处理 那他们做了什么危机处理 以共产党的这个做法来讲 先保住他的政权最重要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应该是 这个事情到最后就是 一定会推一个人出来展投 那会是谁 当然我们就观察 不过对台湾最重要的部分来讲 就是说我们的资讯 对中国的这个资讯不畅通 这个也不是靠国民党 就可以完全补过来 国民党也不是完全畅通 国民党事实上只能够做一些 很低阶的一些事情 你知道吗 比如说像我们要建立 两岸的这个资讯 WHA WHO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平台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取得 那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中国如果跟 我们的这个资讯不畅通 不要再说后续的一些这个安排 比如说我们要撤脚 干啥这个安排 他不可能去配合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也能够自求多福而已 没有办法 你完全没有保护你知道吗 所以我是觉得先 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也就是说这个防卫自救 这个部分先处理好 在中国境内的台商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一些 这个台商的亲属 怎么样快速的赶快回来 接受我们比较OK的一个 医疗的一个照顾 这个才是重点 先处理这个 至于习近平 你管他干什么 反正你管他也没有用 你也取不到 这些重要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 跟对岸的管道 有没有畅通 国民党时代也没有畅通 从来没有畅通过 从来没有畅通过 李登辉时代还打飞弹 所以我是觉得 国民党时代一定比民进党好 李登辉时代就是国民党时代 对不对 畅通不畅通是比较直 谁比较畅通 马英九那个时候也不畅通 马英九时候怎么都不畅通 马英九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别忘了 我们这边陆委会跟国台办 已经是官方机制 是可以互访的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陆委会的主委 也可以到大陆去 国台办的主委 也到台湾来 所以双边其实官方正式管道 海基会跟海协会 没有没有 是国台办跟陆委会 大家都忘了 已经到了那个层级 不是海基海协 是官方可以互发 马英九跟习近平都可以见面 所以你说这个有什么用 资讯还是不能交流 其实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我必须讲 当时在马政府执政那八年 其实签了二十三项的协议 其中有一项 其实就是跟两岸 对于这一些疾病传染 资讯的互通有无 所以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其实当时也发生H1N1 当时我们跟对岸 取得这个相关的资讯 因为有签障的协议 有官方互动的窗口跟管道 所以其实是非常快速 他不用间接 那反观这一次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连这个包记的事情 双方都要瞧这么久 然后最后没有办法 有一些这个信任 然后连执行下来 最后还要互相抱怨 就是指责对方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 过去你说 有没有政治基础 有没有建立一个互动的管道 重不重要 我个人觉得 在关键时刻 你看到这个恐怕也是重要 如果说那个管道建立好的话 今天可能真的不需要国民党 从旁去协助 陆委会跟国台办非常的畅通 大家可以对话 而且互相信任 就可以去启动执行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两岸 如果不是要不相劳死往来的话 那要往来的话 那在往来的前提底下 建立起彼此至少有一个基础的 政治的信任关系 然后未来就是像发生这种疫情的时候 发生重大天然今天是疫情 未来很难保 如果有一些重大的天灾事项 或是我们需要就是大陆 就是台湾人在大陆发生事情 我们很需要把它接回来的情况 这个都要畅通 才会在执行的过程是比较顺利的 我问一下国民党的这个代表 这个不畅通是民进党的问题吗 我觉得双方就是执政的 就要去负责处理跟面对 我知道 当然我们要负责 问题是我们要畅通 人家不跟我们通有什么样 所以我只在比较给你听说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还是想办法去沟通 难怪人民会对国民党失望 我不是在骂现在的政府 而是我在比较说 管道如果畅通跟不畅通 真的在一些关键时刻的时候 它还是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是民进党自己要去思考的 因为现在你们执政 所以执政还是要给我们 比较好的生活 或是所谓的在沟通 是不是要再多一点点努力 刚才讲到说 武汉肺炎现在还看不到镜头 到底什么时候有新药 什么时候会有疫苗 现在都不知道 那它持续扩散的结果 对全球的经济来说 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影响 我们这个阶段 先欢迎我们的资深 财经记者甄薇 欢迎 大家好 甄薇 那现在好像说我们明年 就是今年的GDP 可能保二面临很大的挑战了 前几天在一月底左右 要过年左右 我们才听到苏贞昌苏院长 他也带领了主计总处 告诉我们一个很漂亮的数字 叫做2.72 2.72 现在我们很可能连二都保不住 所以有些时候 我不是说官方的讯息怎么样 而是说我们其实顺息万变 那今天我们必须要去承认一个重要的数字 所有的预测比不上什么 比不上疫情的扩散 以及什么时候有个关键点 让它做缓和 我相信新药出来就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前面 其实前者我们有在提 其实新药的研发 不管它疫情如何 有人服了管控 开始疫情进行缓和之后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股市 可以看的一个点了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们刚刚前面讲 其实全球经济 跟目前股市出来的结果 今天股市 全球股市包括陆股 因为陆股有支撑 然后包括新药有研发 所以其实全球股市红彤彤 可是前者你觉得这股市大涨 你知道道琼昨天收了480几点 你觉得这个数字 对你来讲是不是 股市全好了 刚才我在化妆室里面 一堆弟弟妹妹在问说 可不可以明天要 姐 要不要明天进场 要不要进场买股票了 各位 如果你真的要有 这个想法跟念头 不好意思 姐真的告诉你 你如果不是高手 千万不要进场 这时候只有高手出手 才知道有没有 那有一个重点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产业面 跟我们的股市面 其实完全背离 怎么说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新药它因为已经露了曙光 所以全球的股市 其实红这个在涨这个 这是医药类股 各方面在抢 但是现在完全并不是 我们的产业面 它有重要的讯息 才正要释出 什么样的悲剧正要释出 我们从习近平 前面我们有提到 习大大为什么 七天之后神瘾 现在才跑出来 原来新药要出来了 事情要有转机了 其实习大大没告诉你 一件重要的事情 它的2025 可能中国梦要碎了 它没告诉你 它的重庆已经沦陷了 我们看那上面 为何我们台湾保不住二 然后目前为止 很多人提到 中国 所以重庆这个城市 是最新沦陷的城市吗 对 也就是说 我们昨天讲的 都是沿海的 包括温州 杭州 昆州 昆山 南京 郑州 合肥 武汉 它现在更内陆的重庆 也不保了 对 现在你记不记得 以前有乱过大陆新闻 重庆是一个多重要的点 它除了是代表大陆 跟整个西半部 整个中亚地带 最重要的起点连接点 它是一带一路的起点 所以你等于 这个讯息告诉你什么 已经有大概将近 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现在都说两季 两季左右的这个时间 重庆这个地方 其实目前为止 都是在半封闭 而且瘫痪的状态 这里面有哪些大的城市 这个大城市里面 其实有哪些大的企业 Samsung 所以你知道吗 等于Samsung的很多的 包括半导体 包括它的组装手机 跟各方面往西部 一带一路的产业链 几乎就梦碎 在这一次的武汉疫情 这次里面新的城市 还有包括哪些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这个悲剧 昆山 昆山 昆山在上海附近 我去采访过 那边有非常多台商 集中在那里 昆山它有个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小台北 什么叫小台北 你到了那个昆山里面 十个里面 这个台湾人里面 这十个里面就有一个 其实都是来自昆山 那它这里面 其实它的人均 目前为止 大概一年有大概将近 两万美元的一个收入 其实它相当于什么意思 它代表整个中国大陆 目前四十几个城市 有一半的产能 其实全部都来自于昆山 那说实在昆山距离这个上海 其实高速公路一下就到了 大概半个多小时左右 其实你知道 它的沦陷关键点在于什么 是不是上海 这个整个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动脉 要沦陷 如果是在这样的时刻 请问你现在抢进台北股市 今天台股你知道 涨了一百七十几点 很多人就在那边打鼓 我这时候该进该出 说实在 这次涨的主要是医药概念 主要涨的是这个中国血战 他拿1.2兆的人民币出来血战 但不代表他产业方面已经止血 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一次的新药出来研发 只是一个讯息 我不是说空包弹 但他只是一个讯号 真的一点都不代表 你现在此时此刻要赶着进场 那我们现在前面 我们再讲一下 他的这个产业 我们现在除了这个昆山 我们还有合肥 那合肥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半导体的存序中心 然后你看重庆这里面 他还有汽机车的 整个产业的重工业 那我们昆山是所有全台湾的 电子产业链 全部的缩矣 全部都在昆山 所以你可以说 在这四十几个城市里面 什么时候 他能够整个从半封城 封城的状态 出来解禁 我觉得那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半封城或是封城的状况 什么时候解禁 这是谁都说不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新药的研发 可能会露出曙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欧美的生机医药股 可以说是红光满面 包括上证指数也上涨了 这个大概有1.34个百分点 台湾加权 香港恒生 日经 韩国股市 德国股市 道琼工业 非常半导体 都上升了 相当多的这个幅度 那人民银行 干预肺炎 优率降 每股收高 道琼大涨 预四百点 所以现在这些线上面 可能专家就要看 这个外行的看门道 专家的看门道 曾威的说法是说 现在可能还要在观望以下 而且全球的经济 可能都会被拖垮 其实前子 我必须要这样讲 中国大陆是目前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 大家要搞清楚 目前全球最重要的 一线的科技的产业链 有哪一条不在中国 有哪一条是没有在 它现在40个城市里面 所以现在的股市 我必须要讲 它是背离的 它是乖离的 它真的不是这时候 你要进场的一个时机 我敢非常保证 但是你知道 这个目前的产业链 你知道今天我们大力光 很多人都提到 它的第二季 一月份还没有很惨 二季你就知道了 当iPhone这支生产线 掉了一百万支之后 你看目前为止 我们台股的股市 要如何涨起来 所以很多人就提 这波段 有的一部分的说法 这我只是说大家做参考 我不是说现在这种 阴谋论的说法是真的 我只能说 目前为止很多人提到 武汉肺炎这一次的 这种情况 非常的诡异 突然的爆起 又突然的到底能不能控制住 是一个关键点 但什么事情都还在未定之间 只有一件事情确定 是中国经济 会不会从第二大经济体 整个下崩 它未来到底会不会变成欧盟 整个取代中国上来 那这里面有个背后 重要的关节点 我们都前此其实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中美贸易大战在争什么 有些时候很多人提到 在争5G 这个关键点 你讲穿了摊牌 我就是要争5G 我现在美国的5G技术 可能有机会比不上中国 另外一件事情 目前为止全中国大陆 这个非常的有企图心 一带一路 我要怎么样 如何 这个吓到美国了 所以希望能够打压他们 原来习近平 整个中国大陆 他不需要美国人打 他一个武汉肺炎 就能够把他打垮 所以我只能说 现在习大当 7天最后神医出来的时候 告诉你原来星耀 已经有转机 可是能带给全中国大陆 全世界经济体 一个转机 现在是一个大的问号 所以投资人 可能还要再想一想 他们看透过 可以 我 那把这把 别人说 今天 我 逼